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跟大家做一个花灰 做一个花灰 就是我们修行 修这个定 就像这个水静 则能够见物 水静则能够见物 当我们的内心 对外在的一举动能如实的了知 觉察 但是不被外在的这些所波动干扰 能够自己内心做得了主 自然而然内心沉浸 则能见物 就有所谓的前瞻性 前瞻性 修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成效 就是这个前瞻性 就像这个道安 道安在这个襄阳 他要遣送弟子 到四处去弘法一方 那为什么 他没有带惠元 上去这个长安 参与这个疫经 可能他也不晓得到长安 会去参与这个疫经 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是到了长安之后 才有这个 借到这样的一种工作 但是 道安不把惠元留在身边 而在襄阳的时候 也让惠元南下 去弘法 必然有道安的一个圣身的一个考量 圣身的一个考量 那这些呢 都是一个修行者 都是一个修行者 他对于未来的因缘 对于未来的因缘 具有前瞻性 具有前瞻性 才能对于未来的一些因缘的一种波动 而能够尽早 因应 尽早做前行 做前行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 这个修行 是要做什么 念佛 难道就是 要等到 往生 去极乐世界吗 那么在这个 还没有往生 去极乐世界之前 活着的时候的 这一段时间 那做什么呢 这一点呢 都是我们呢 修净土者 比较呢 没有着力的一个地方 提倡净土者呢 师父都在强调说 我们修净土就是信愿恨 就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宁命忠实呢 得蒙 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净土 但是 在这个往生 还没有往生之前 还活着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这一点 似乎是 这个净土念佛提倡者 比较少着力的 那么其实 我们修行念佛 就是效法 欧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寻生就苦 我们修行得力 明则内造交应而妄向生焉 不是产生傲慢心说 比别人了不起 或者呢 有神通能够炫耀 能够炫祸别人 就像这个提伯达多 就以这个神通来炫祸 炫耀这个阿瑟士王子 然后让阿瑟士王子 崇拜他 崇拜他 然后呢 每天 就五百辆的车子跟侍宠 就供给食物 来给这个提伯达多的生团 让提伯达多的生团 不用这样的辛苦 走那么远 去托波 有时候甚至因缘不拒 还要托公波 饿肚子 不用 你就带到道场里面 安逸就可以了 阿瑟士王子 每天就可以 五百辆车子跟侍宠 来攻击 提伯达多的生团 能够安逸 过日子 这不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正道 不是正道 这个修行 一个成效 是要会归于内心的一个柔软 跟慈悲 学习佛陀 都成佛了 佛呢 还以身作者 以身作典半 供佛 就是供养生团 我在生树 所以供养佛呢 就是供养生团 就能够供养到佛 同时呢 佛以身作者 亲自率领 出家弟子 行托波制 给这个出家人 择我慢之心 去我相 我直 然后呢 给信徒 这个直福田 这才是修行的一个正道 修行的正道 所以修行得力啊 明则内造 焦印而万象升天 如同金刚金所所有的 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不是以此呢 产生傲慢 就认为自己了不起 然后以此来炫耀 炫祸信徒呢 得这个明文立养的供养 那就大错得错 而应当更加呢 效法诸佛菩萨的一个大慈大悲 跟闻生救苦 当欧弥陀佛 当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去六度万恨 利益群生 那我们在生的时候 我们都是欧弥陀佛的化身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的话 自然而然 当我们灵命忠实 欧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岂会把我们丢在沙婆世界 不管吗 决定来建议我们生去 因为我们在沙婆世界 人间的时候 就是他的一个化身 就在替欧弥陀佛 替观世音菩萨 在沙婆世界 做他的化身 去利益群生 去寻生救苦 那当然灵命忠实 欧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决定解你往生 这才是正确的修行方式 修行观念 而不是一味的 只是念否 而不知道会归于心性的柔软 去除我直 我相 我慢 而去 以清净心 行六度万恨 三轮体空 修一切善法 去利益众生 当欧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在人世间的一个化身 这才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正办 所以欧弥陀经才说 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这就是告诉我们修行得利之后 我不是坐在这个暗桌上面 给信徒膜拜 给信徒崇拜 给信徒明文地仰的一个供养 那就大错策错 反而是应该要走下这个神桌 走出道场 去行六度万恨 效法欧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效法观世音菩萨的 寻生救苦的大慈大悲 去利益终生 当欧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在沙婆世界的一个化身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净土行者 的一个正确观念 跟正确的一个修持 这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再来第二流就是这个痰卵流 我们这个大乘佛教 把修行成佛有十个位阶 就死地 那到七地 七柱以上的这个位阶 才是不退转 叫做阿比拔智 七地以上 称为阿比拔智 叫不退转 那么这个北魏坦卵 北魏坦卵 他就根据 这个印度龙树菩萨的 十柱比博沙 的这个菩萨求阿比拔智 这个七地以上 不退转 阿比拔智 有两种方法 有两种修行的一个方法 一者是难行道 那二者是异行道 那什么叫难行道呢 就是在五卓之事 无佛时 求阿比拔智很困难 很困难 还有没有佛 注释的时候 要求得这个七柱 七地以上的不退转 阿比拔智位 很不容易 很困难 那么困难有归纳 大概有这五种 一个是外道相善 乱菩萨法 就是外道会来干扰 或者是复佛外道 一些似是而非 的这些错误观念 会乱菩萨法 二者身闻自立 葬大慈大悲 就是只顾自己 自立 刚才所讲的 就行得利之后 他生起了傲慢 就认为是要坐在 神桌上面 给人家膜拜 给信徒崇拜 然后得到明文立养 的一个自立 而不懂得 效法佛陀 效法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 一个大慈大悲 寻生就苦 走出暗桌 走出道场 去行六道 利益寻生 当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 人间化身 葬大慈悲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无赖恶人 破他胜德 有时候我们做善事 规定人家会称赞 反而还会消遣 酸葡萄 酸溜溜的 来障碍你 破他胜德 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这个道路看到人家出了车祸 在以前我们可能就好心 马上就会过去 救他 但是有时候反而被对方咬一口 说是我们撞到他的 所以有时候行善 现在也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智慧 就是懂得现在的 这个法律情况已经不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 人心已经胶薄 不像以前那么朴实 那么淳朴 所以必须要了解 时代这个管辩之后 我们就是怎么样 报警 就报警 由这个警察来处理 所以有时候 时代的一个胶薄 人心的一个浅薄 你做善事 有时候反而会被 这个污赖 就会变成 这个行善 就变成是当事人 当事者 所以就必须要有 这个波勒智慧 来懂得去处理 所以这个五座二世里面的第三种 就是无赖恶人 破搭圣德 那第四种呢 颠倒善果 能坏犯恨 第五种呢 为是自利 无他利持 就是靠自利 没有他利 诸佛菩萨的一个加持利 过师长善知事的一个加持利 就为是自利 无他利持 这些种种 就像在路路 道路上走路 步行为苦 步行为苦 这是南行道 那什么叫义行道呢 义行道就是 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 称佛愿立 便得往生清净土 佛利注持 即入大乘正定之据 正定即是阿比八字内 譬如水路 乘船则热 乘船则热 这是义行道 义行道 那诸佛菩萨的加持利 这是决定有的 决定有 读大学的时候 韩淑大去清静 灿云老法师 那我们知道 这个信徒 都会喜欢要求 这个灿公 给大家加持 那灿公他也很慈悲 当大家去联姻寺的时候 不管是朝三也好 或者是受三规五戒 八观灾戒 这些信徒 都齐请这个灿公 给大家加持 那灿公也很慈悲 给大家加持 那他加持 比较通常 他自己曾经说的 他就会写这个 赫立字 这个赫立字 观心菩萨 白色的 阿弥陀佛是红色的赫立字 地藏菩萨是 这个蓝色的赫立字 他往往会写这个赫立字来加持 又一次他在加持的时候 加持完之后 他就开示 他就开示跟这个信徒说 他说 你们要求我跟你们加持 当我给你们加持的时候 你们的心啊 不能呆呆板板的 空空洞洞的 这不行 当我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 那你们自己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要默念佛号 或称念观心菩萨圣号 或者持咒 就看你们平常 你们都比较好耀 或者比较常持宋的 这个圣号 或者咒语 那这样我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 这个效果才大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开示 开示说 他给大家信徒开 这个加持的时候 这个信徒 心里面啊 不要空空洞洞的 呆呆板板板的 就什么都不想不做 呆呆的空空的 就呆在那边 等着这个唱功加持 他就说 这是不对的 你们要内心里面 这个持宋佛号 持宋菩萨圣号 或者是持咒 那这样他在加持的时候 这个效果就更大 就更大 那什么叫加持呢 就是呢 当我们平常 自己一个人念佛号的时候 或者用功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定 内心的那个专注力也好 或是内心的那个稳定性 可能只有六十分而已 可能只有六十分而已 那如果有这个师长的一个加持 那我们在用功 当下在用功的那个时候 那一个内心的一个稳定性 稳定性 就可以达到八十分九十分 那种程度 所以师长的一个加持力 有修有正的这个大三知识者的这个加持力 的的确确有那个功效 有那个功效 这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不可否认的 这也必须要为正相应 就是你当下 你有如同参公所说的 他在给我们加持的时候 我们内心有在念佛号 或是在持咒的话 那么他在加持的时候 那个效果更大 你有遵照这个师长的开示 在他加持的时候 你也照着这样做 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平常我们用功的时候 内心的稳定性 可能只有达到六十分而已 还会毛毛躁躁的 或是进不下来 但是呢 当师长在给我们加持的时候 我们那个 在内心在用功的时候 那种稳定性 就可以达到八十分 达到九十分 那种稳定性 就特别的稳定 持诵的这个咒语 或是持诵的这个佛号 就特别的分分明明 清清楚楚 脑筋就特别的清醒 这就是师长的一个加持力 有时候有正的这个 大三知识者 他的这个加持力 就有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这样必须要我们为正相应 你有照这样去做 照这样去修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感受得出来 那另外一种我们常常在词语说的就是 奔福气奔福气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些有福报的人在一块 所以当一个人能能能能逢喜事精神爽嘛 我们跟着一个这个喜事灵闻的人 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感受到这个喜气痒痒 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 那更何况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福德力 福德力 所以就是向水路沉船折乐 做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一条法船 我们就更省力 就比较省力 比较轻松 奔福气奔福气 世间都尚且有这样的道理了 跟何况这个诸佛菩萨的福德力 福德力更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是异形道 这是异形道 这真实不虚 这不是迷信 这确实如此 那弹软呢 他就依据这个龙树菩萨的十柱彼佛沙 这一个南行道跟异形道 而提出了二道恶力说 这二道就是南行道跟异形道 南行道就是靠自立 那异形道呢 就是奔不足的福气 奔诸佛菩萨的福气 就如同水路沉船则乐 就乘着这个诸佛菩萨这一条法船 这一条法船就比较轻松 就比较轻松 那我们再用这个辟语来说明 就像说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用功 要得力 要发很大的力气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拨控去道场 去参加一个打一个佛气 或打一个残气 就比较能够得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到道场 第一个我们不用为这个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三餐 去伤脑筋 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用功 打佛气 或打残气 就能够查来伸口 查来伸手 犯来脏口 就可以专注在这个用功上面 那在道场里面 我们也不用去烦恼 这个世俗的这些杂事 可以一心一意 二六十中 就在这个道场里面 专心打佛气 或者专心打残气 那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一个人用功 就没办法 有这么样的好的环境 好好的用功 等到我们稍微用功 要得力的时候 等我们就要忙着做早餐 做午餐 做晚餐 喂三餐张罗 不是我们稍微用功 要得力的时候 一通电话来 又干扰了 又障碍了 那在道场里面 就都没有这些杂事 没有这些攀岩的干扰 我们可以呢 万言放下 就一心打佛气 一心打残气 就能够用功得力 就像这个水路 沉船折热 在道场里面 就像这个沉船折热 那如果是在家里面 自己用功 就没办法 就难行道 难行道 那如果上山到道场 就会万言放下 一心专心用功 就异行道 就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用这样的评语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比较容易理解 那坦卵除了这个 依据这个龙树的十足比薄沙论的 这个南行道 跟异行道这样的恶道 同时也提出了恶力 那恶力呢 就是根据这个痰卵又注释了四清菩萨的无量寿经论 无量寿经论呢 后世的人有的把它跟往生论混淆了 把它跟往生论混淆了 但是呢 根据考证 根据考证 不是往生论 是这个北魏菩提流之翻译这个四清菩萨 四清菩萨又叫天清 四清菩萨天清菩萨 就是同一个人的这个无量寿经论 痰卵有针对这个 菩提流之翻译四清菩萨的无量寿经论 做注解 叫论注 他呢 在这个论注里面呢 他就提出了表达成 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便得往生的他立本愿说 他立本愿说 同时呢 这个功高益尽啊 念佛为先啊 他就以持民念佛 持民念佛 能够更加 更加简洁 更加呢 容易 的一个义行道修持方式 这叫二道 就是南行道 义行道 恶力 就是阿弥陀佛的他立本愿说 跟持民念佛的一个 容易 易行道 的一种修持方式 叫做二道恶力说 坎卵呢 就是依据这个 隆树十柱彼菩萨论 跟四清菩萨的无量寿经论 提出了二道恶力说 确立了中国的净土 思想理论 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下开 道错 善导一系 所以日本佛教的净土中 为什么会把坎卵当净土出主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坎卵 它确立了中国的净土思想理论 奠定了中国净土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下开道错 善导一系 这是痰卵流 痰卵流 痰卵流 那么近代民国初年 这个汤用彤有名的学者 汤用彤 他也认为 他也认为说 北方大宏净土念佛者 实为北魏的痰卵 他的影响颇大 所以这个汤用彤 他也认为 应当推痰卵 为净土教的出主 净土教的出主 那日本的净土中国 日本的净土真宗 那就更不用说了 更是把痰卵当作 这个中国净土中的一个出主 但是很不一样的是 中国却不这么认为 那为什么中国 不把痰卵当净土教的出主 而为把庐山慧远当出主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做一个说明 那么第三流 是这个唐朝的慈敏慧日流 慈敏慧日流 他曾经到这个印度求法13年 在开元七年的时候回到长安 这个玄宗赐号慈敏三藏 那慈敏三藏呢 他就倡导 教 禅 禁 律 侍者共修 侍者共修 要有教 要有禅 要有禁 要有律 侍者共修 那是智力与他力并重 这一切的修行 皆回向往生净土 这是慈敏流的一个修行的大方向 大方向 这是中国禁 土 三流的区别 慧远流 痰卵流 跟慈敏三藏流的三流 那禁 土中一池的由来呢 这也是源自日本 也是源自日本 也是源自日本 就是在日本 凡臣一派呢 疾民一中 那么禁 土法门 之所以被称为禁 土中 是从日本开始的 从日本开始的 那在中国 我自南宋的中小 乐邦文类 自盘的佛族统计 乃至清代勿开的 年中九祖 皆称联社 年中 到了日本 到了民国的时候 受日本的影响 才出现了禁 土中的名称 这是佛学常识 我说给大家做一个了解 就是中国 早期 民国以前 没有所谓的叫做禁 土中 都叫做联社 过联中 过禁 土之教 这样的名称 等一下我们都会 一跟大家说明 一跟大家说明 那么 那么 在近代日本 净土中 一词 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 中国佛教 称弥陀净土的称号是 净土教 联社 联教 或者是联宗 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么呢 我们就是要来探讨说 中国弥陀净土教 何以推崇慧远为初主 而不以弹卵为初子 这一个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探讨 那首先我们当然就先跟大家做一下 这个弹卵的介绍 弹卵的介绍 弹卵的这个传记最接近的当然是唐朝 道宣的续高生传 是比较接近这个北魏 弹卵的时间 所以应该就比较详实 尤其是道宣律师 他的一个学问也跟道安一样很扎实 所以他的这个续高生传 真实性很高 被学界所公认肯定的 他的这个 续高生传里面 他有记在这个弹卵的传记 弹卵的传记 那弹卵呢他是山西人 靠近五台山 靠近五台山 所以他呢也常常去五台山 这个参访寺庙啦 对五台山的这个文殊菩萨的圣迹 他也很好耀啦 所以呢就因此而来出家 就来出家 那么弹卵出家后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 这个焦摩罗史翻译龙树菩萨跟提博的这个四论 中论十二门论大致敦论跟提博的百论 所以基本上呢 他是研究这个三论的 四论这方面的波勒学的 跟研究呢 这个北梁唐吴称翻译的大方等大吉金 就是大称经典 大称经典 那么同时呢 他也对这个大方等大吉金 来做一个注解 因为这一本经呢 不容易读 不容易懂 所以这个痰卵 他就发心 来注解这个大方等大吉金 这个北梁唐吴称翻译的 就是因为太过头露 太过头露 就累过头了 就是导致呢 就生病了 大病一场 大病一场 那因为大病一场呢 就痰卵了 他就认为说 也要这个色身健康 才能做佛事啊 想要注解经典啊 也没办法把这个身体垮掉啊 也没办法完成这个注解经典的这个任务啊 所以痰卵呢 他就起了这么一个念头 就是先把这个色身呢 养好 才能呢 这个大做佛事 所以呢 他就要去求这个长生不老术 长生不老术 长生不老术 他就这个经典里面说 命为为粹 不定其场 长年神仙 往往监住 心愿所指 修洗施法 果客既已 方崇佛教 不亦善夫 所以他就要去先去呢 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呢 才能大做佛事 那么呢 他就去找这个陶弘瑾 陶弘瑾是道家道教的一个领袖 去找这个陶弘瑾 要求得这个长生不老术 长生不老术 那么这个陶 他有遇到先南下嘛 他是北方人南下 遇到这个梁武帝 梁武帝说这个陶弘瑾 他隐居 所以叫陶隐居 连我呢 要招他来都招不动 所以你如果要得到这个长生不老术 你得要自己去找他 所以这个梁武帝就这么跟这个痰卵建议 那么痰卵呢 就先写信 表达他想要去拜访陶隐居 就是陶弘瑾 求得这个长生不老之术 书信完反几次之后 这个陶弘瑾 也感受到痰卵的诚意 就果真呢 跟他见面了 便一见他 痰卵就到这个陶弘瑾 隐居的山上呢 去拜见这个陶弘瑾 那陶弘瑾便以先金十卷 用愁远意 就给他先金十卷 给他去修 给他去修 那么这个陶弘瑾 就这个陶弘 就带着这个陶弘瑾 给他的先金十卷 就 这个回到这个北方 要去修 那这个在半途呢 半途呢 遇到了这个菩提流之 菩提流之 那么痰卵呢 就跟菩提流之啊 说他 这个 因为要注解大吉金 太过于投入 把身体累垮了 所以他想要先求得 这个成生不老之术 把身体养好之后 才能大做佛事 那他的确 在这个陶弘瑾那边 得到先金十卷 那 我们佛教有吗 这个痰卵就问 这个菩提流之啊 就这么问 说我们佛教有吗 没有没想到呢 这个菩提流之啊 就呵斥他 就呵斥他说 这是什么话 这是说 这个人间哪有常生法呢 重得常年啊 少时不死啊 终更轮回三游啊 常生不老之术 是暂死的而已啊 重难让你活到 上百岁啊 也终归要一死啊 终归要轮回三游啊 所以呢 这个菩提流之 就给这个痰卵 这个观金 这个 记载是观金啦 但是学者的考证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考证是 这个世青菩萨的无量寿经论 实际是 这个菩提流之给这个痰卵 是无量寿经论 而不是观金 这是有所出路的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么痰卵得到菩提流之给他的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论之后呢 他就修这个净土行 就修净土行 那么也在北方 这个少有名气 所以呢 北方卫主 耗之为神卵 耗之为神卵 那么痰卵后来有移到这个 分州 分州是陕西 陕西的这个玄宗寺 玄宗寺 道措 道措就后来 仰慕痰卵 他就有来到玄宗寺 有来到玄宗寺 跟这个痰卵的这个 在玄宗寺的遗留的这些论著 而得到启发 道措是在这个地方 玄宗寺 所以把它列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印象 那在续高僧传后面 最后他有记载 说痰卵呢 神于高远 即便无方 言物不失 动于是会 即便无方 就是他的随缘度众 他即便无方 他自己本身呢 就调心炼气 对病是缘 明满未都 用为方鬼 因出调气论 道措的续高僧传里面 最后面的传记 他就有记载说 这个痰卵 虽然得到菩提流知 的这个经典 来转修净土行之后 但是呢 基本上对于这个 调生炼气的这种方式呢 他也没有放弃 也没有放弃 甚至 随缘度众的时候 遇到信徒生病 他也用这种方式 教导信徒 这个调炼身心 调炼身心 那么呢 这一点 这一点 就给了 这个南宋 南宋 中小 在写这个热邦文类的时候 他就有意见了 他就有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中国自古以来 这个儒士道 相争啊 就从佛教传入中国 其实都一直没有停止过 那么一边是相争 也必然有一边是调隆 调隆 那慧远 就是站在这个调隆 这方面 尽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但是呢 纷争还是存在着 纷争还是存在着 那么 站在一个儒士道 纷争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 你一个 这个谭卵大师啊 还去修 道家的这个 神仙调器之术啊 就给了一些比较 比较 比较 这个 自认为是比较正统的 我们的这个 教门人士啊 就比较不能认同啊 不能认同 不能认同 所以在这个谭卵啊 他始终 没有放弃这个 没有放弃这个 这个调家的这种调心 调弃这方面的方式的话 在这个立主上面 恐怕就难以令人首肯啊 难以令人首肯啊 在这个南宋 这个净土有名的这个 这个租集啊 中小热邦文类里面 他也有写这个后卫 这个神卵法师传 里面啊 他就有提到 他有记载 他说 师信号方数 闻江南 陶隐居有常生法 千里就之 陶即已所学先经十卷受之 师喜悦自得 以为神仙必可自也 后还落下 欲三藏菩提流之 亦颇得之 问之曰 佛道有常生夫 其能却老为不死夫 菩提流之孝曰 常生不死无佛道也 道家何有焉 其实这也在表达 佛教比道家道教 更深一筹的一个意识 所以在《字里寒经》 这个我们佛教啊 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看法 看法 这样 那这一篇就我们想问 最重要的是 这个忠晓 在这个痰卵传的后面 他有把这个 同样是宋朝的这个 王日修写的 《龙书净土文》 里面的评语 拿出来做他的一个总结 那这个《龙书净土文》里面 他就有说 按任言经有十种仙 接受千万岁 宿净还入轮回 就是让你众男 所以活了几千万岁 终归还是有尽 还是要入轮回 为不得了得真信 就是你没有正德无声 还没有正德无声 无声就无灭 真信 真信就无声 没办法正德无声 所以还与六道众生同名其去 世皆轮回中人也 世人邪先者 万不得一 众得之亦不免轮回 为着于行神 而不能舍去也 就是你还是执着在这个肉体 这个色身 有所执着就不能舍 所以就没办法超脱轮回 且行神乃真信中所限制妄想 非为真实 故寒三师曰 劳碌得先人 恰是所失鬼 所失鬼 非佛家之生死自如 无所居也 自古得先者 为中礼旅公 旅公就是旅动兵 而学恶公者 其子千万 至于亲之问 数亿不少 中阶死亡满于下土 盖瓶生空废心力 终无所亦也 这是这个王日修的这个 龙书净土文里面 他的一个看法 欲求藏身 莫如净土 深净土者 寿数无量 其为藏身之大疑 不修此法 而学先者 是舍目前之美玉 而求不可得之巫福 岂不获哉 美玉啊 就比喻是佛法 巫福 巫福是类似 美玉的石头 但是它不是玉 它只是类似的一个石头 但是不是玉 那比喻就是这个仙树 就是痰卵 你不求这个佛法 修净土 得美玉 反而去学这个仙树 藏身树的这个仙树 类似美玉的石头 但是却不是美玉 岂不获哉 那不是很愚痴吗 很愚痴吗 所以呢 其实 这个中小的乐邦文类 他会把王日修的这个 《荣书禁土文》的这个暗语 把它放在痰卵的最后面 其实他也在表达 对痰卵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你不修净土 却反而去修这个藏身 不老术 那岂不是放弃这个美玉 而去追求这个类似美玉的石头 那不是很愚痴吗 其实是表达他的一个意见 这是痰卵的一个传记 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痰卵 他虽然建构了二道二利的这个净土理论的一个架构 但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让我们佛门界有意见 有意见 第三孝徒创构的一个灵感 那第三呢 他历代以来接得皇帝的一个封号 深得教界人士的尊崇 从慧远这些贡献就可以不难让我们得意理解 教界为什么会把慧远立为净土教出主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稍微来回顾 那慧远大师对佛教的一个贡献利得有哪方面 就是慧远大师重恩义 这个他刚来庐山的时候 这个慧远主动替他说相 让这个慧远大师赠送道场一间东宁寺给他 所以这个慧远对慧远可以说是非常的尊敬 跟非常的尊崇 这是慧远的一个重恩义 佛之以礼 报之以逃 那第二点 立德是什么 这个慧远的一个师五位 解佛陀巴陀罗还有他的一个弟子 慧远宝云租病逝 就是佛陀巴陀罗在长安僧团 被周末罗什僧团病出 那么慧远他主动去解了这么一个病逝 这是慧远大师的一个立德 那立功呢 第一个就是慧远他派遣弟子法晋 还有法领西区求金 尤其是法领在这个余田求得这个 这个华颜金的三万六千祭送 就是给佛陀巴陀罗翻译 这是华颜金 那翻译禅典戒律跟彼壇有哪些呢 就是请佛陀巴陀罗翻译的修行方便禅经 那也请这个唐某流之翻译的食送律 也请这个申且提博翻译彼壇的阿彼壇心论 跟翻法度论这些禅法彼壇戒律 是东晋佛学的大业 之所以能够由北向南传 继承了道安的学风 这个慧远他居关键的角色 所以慧角高僧传里面他就有说了 从外妙点观中甚说 所以吉之徒者皆远之立也 这是慧远的一个立功 第三呢 这是沙门不敬王者论 确立了中国佛教圣格的一个坚持 这是沙门得权方外之机 这是慧远的一个立功 立言方面呢 就是慧远他有写着 三门不敬王者论之外 还有明报应论 三报论 影响的佛教因果论中国化 还有行进神不灭论 确立了神灭 这个行进神不灭的一个确立 还有慧远写的一个法性论 这篇后来亡议了 但是这篇法性论呢 是中土未有霓环经常驻之说 就是早期霓环经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 法险还没有带回来的时候 中国对于佛陀寿命长远 顶多是说这样 等到霓环经呢 传入之后呢 就是这个法性长存 就带入了这个法性长存的观念 所以这个慧远啊 乃探曰 佛是自己 自己则无变 无变之理 其有穷曰 因著法性论 法性论 那么纠摩罗史呢 看到慧远的这篇法性论呢 他就赞叹说 边国人未有经 那时候法险的涅槃经还没有传入 所以呢 这个慧远 没有看到涅槃经 就有这样的一种 体悟领悟 所以就摩罗史就赞叹说 边国人未有经 便暗于礼合 其不妙哉 这是对法性论的一个争战 这是慧远的一个立言 那立行呢 就是慧远啊 他结色倡导念佛 同时呢 他对于念佛 他是实修的 实修的 行伯作三昧 实修的一个实修经验 这也是对佛门 佛门呢 所称赞的 佛门啊 就是你要巴风吹不动啊 端做止经验啊 不是口头禅啊 不是嘴巴啊 讲的 也不是说你很会写的 而是你要为正相应 你要实修实证的 不是光靠嘴巴讲的 也不是光说你一个笔写得很好 就表示说你真的是这样巴风吹不动 端做止经验 结果是一辟打过僵啊 可见呢 这是嘴巴讲的 这是文笔好的 而不是呢 你真的实修实证的 所以这个慧远的立行 它是有实修经验的 那第二呢 它是条楼儒师道的一个努力 还有历代 都被皇帝封士 深得教诫人士的尊崇啊 从这几点啊 对佛教的贡献 有立德 立言 立功 立行 那对于儒师道三教的一个条楼努力 跟对于历代以来都被皇帝所称赞 所丰饰 深得教诫人士的尊崇 从这些原因啊 我们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中国佛教 在这个净土教方面 会遵从慧远为初主 而不以痰卵为初主的一个原因呢 一个原因呢 那我们今天的课先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再针对这个慧远的一个净土解释 这样的一种介绍呢 再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我们大家请合掌 字归依佛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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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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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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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清本尊的身形 鲜活献起而不会衰败或消退 并且超越出生与死亡 这就是关于身大印的直指教研 我现在要给予宇三种子字的直指教研 认清你头上的白色翁字是善事生的体性 喉间阿字是善事语的体性 心间的哄字是善事义的体性 认清晨自能亲近三界一切有情众生 在身方面的遮障 阿字能亲近三界一切有情众生 在予方面的遮障 哄字能亲近三界一切众生 在亦方面的遮障 在身与意遮障清净之后 将生起三种成就的征兆 经由翁成就生 你的身体会生起大乐 因此认清此为大乐法身 经由阿成就语 你的话语会产生力量 因此认清此为法性的声音空性之语 经由哄字成就意 你的心中会生起了症 因此认清此为法界的五念现前 这些鲜活现前时 会出现三种的不间断 翁为吸气 从你的头顶显现 阿为注气 从你的喉咙显现 哄为吐气 从你的心间显现 认清这三个种子字 息息不断 犹如你的呼吸 即是金刚颂 这是关于 与三种子字的直指 这种子字的直指